昨天有一个叫龚竹的 是一个原英喜戴建峰的铁马歹一个女的 完全上流氓 竟然跑了这个所谓康州破产法院登记为债权人 哇塞共产党把所有的卧底传出来 所以戴建峰这孙子原来就是个贼窝你知道吗 但是咱好在那儿了 他去登记的时候他跟谁联系 他跟陆克联系 那陆克必须回答我们 你咋跟龚竹联系的 你用什么方式联系的 他给你说了啥 你了解他真相吗 龚竹百分之百造假 哇这律师全部都兴奋了 他只要造假 只要他行动就好 涉及勾兑和共产党的勾兑 他就是想甩赖 想黑洗联储 目标洗联储 这就是这帮孙子 所以普恒 还有赛伟健 他说他不是共产党 咱走次看 美国政府会证明你是不是共产党 美国这次的所有调查 特别是现在独立调查官 绝对会告诉 让你有死批那你每个人 从第一天pass的案子 pass有多少美国养老金 被你弄到中共去了 你赛伟健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你赛伟健的家人在房子里拿没拿税 斯多尔 迈奥美尼这个律师从第一天 还有这些所有的相关人 他们女儿女婿多少人 是吧 是在中共国当律师拿中共的钱的 百分之百都会查 兄弟姐妹们 有点耐心 让对方把牌出尽 你以为你们一手折天了吗 你有钱 你在美国可以买下美国 美国的高院你也买了 司法部你也买了 还给马森姆七千多万美元 艾利瑞德七千多万美元 然后如果你会敲诈我两亿五 你大样子 你敲一诈我们两亿五 要把新职互联邦失岁 和你那个烂仔拱竹跟蛋的关系啊 就让你出手 你拿共产党的钱 共产党会用死你 那么共产党用你就是我们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